这个新年刚刚开始 上海的这个轨胶建设又传来喜讯 轨道交通14号线 它的这个全线实现结构贯通 就是隧道都打通了 你看这么远 从西面的丰邦 在我脑袋背后 从丰邦一直到浦东的这个桂桥路站 金桥停车场到金桥是吧 这么长一段 东西走向全线贯通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它穿越的市中心 非常的困难 那大家看着 都是这几年看着这条线 在非常大的风险当中 进行这个施工的 我还记得那个 在金安四站施工的时候 将那个人行天桥封了以后 我从这个旁边还找了一个高处 看到他们下那个连续墙 那种钢筋网子的 跟旁边的酒店挨得非常近 那你看那酒店我还进去过好几次 对它特别有感情 就生怕那个东西撑不住的话 把酒店给搞垮了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没发生 人家所有的建设非常的顺利 罗斯可里做道场 做成功了 而且做得非常好 所以作为这条示范线来讲的话 它有很多建造时的之最 上海之最 比方说14号线的玉原站 它的开挖深度达到36米 是目前上海最深的地铁站 而14号线昌义路站呢 则是这个最复杂的枢纽站 其开挖深度达到35.4米 是浦东再建隧道当中 轨郊当中最深的车站 市镇立体枢纽 四线叠郊 是名副其实的汉堡王 所以大家也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这个14号线全线贯通了 受它影响的浦东大道 也是一个地下通道 什么时候通车呢 现在好消息是 今年2021年底之前呢 它会实现六车道的 这样的一个全线的通车 所以14号线建成 这个全线架构通了 其实不光是地铁的问题 还解决了一个浦东大道的事 但是你这边刚建成 那边又开始要求了 要求什么呢 吸盐 吸盐 赶紧往西 这个嘉定那边迫不及待 希望从丰邦呢 拉一根线 延长线到嘉定那边去 所以这个一旦有新线路建成 大家都想要新延长延长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了 上海鬼交建设当中 就是应该说建的太短 太少 当然已经是世界第一长的 这个地铁运营城市了 但是跟这个城市的发展来讲 还是不匹配的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 有更多的线路 现在1到18已经全了 希望19到29 也能够尽快的到来 感谢您的收看 请记得点赞评论关注 请记得点赞评论关注